注意看这是世界技巧锦标赛中 只有中国选手才能做出的动作 当国外选手还在表演迭罗汉的杂技时 中国选手就已经将艺术体操相结后 向全世界观众完美地展现出 这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动作 此动作一出 现场观众无一不为之惊叹 视频已经播出更是在外网 引起数万国外网友的讨论 这绝对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奇迹 更是征服世界的奇迹 他们真正做到了一支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018年世界技巧锦标赛 当美国四人足以一套高难度动作 获得全场最高分后 中国对四名小将顶着巨大的压力 凭借着这一动作和巧妙的配合 彻底征服了全场观众 接下来请大家屏住呼吸 一起欣赏中国小将的精彩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而在这精彩表演的背后 运动员没有付出了多少努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或许正如杨莹教练所说的一样 只要全力一赴 就会迎来开花结果的寂静 作为年轻的两套班底 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其实每一堂训练课 都是全力一赴 就为了今天这两分五十秒的表演 场上的队员和场下的教练 其实包括我们已经退休的一些老教练 今天的比赛之前 其实压力都挺大的 他们不是不担心 也不是不害怕 第一次扛这么重的担子 在赛前的时候 运动员都不知道练哭过多少回 教练员也掉过好多的筋痘子 虽然历尽艰辛吧 但是天道愁勤 应该说这个不达佩斯的夏天 我们在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之后 这里就是开花结果的寂静 看完比赛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我是孟子 一个专注于体育解说的孟子 感谢观看 再见